你中看火箭发射感觉如何 好 都没理解了 我们可以从华尔滨赶过来看火箭的 从北到南真的好远呀 看索月球背面 刚学的 我在急水湾海滩 这里是离宇州最智的地方 今天 长征五号摇八运载火箭 将运送嫦娥六号前往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而我将在这片海滩 和大家一起见证这一历史线时刻 我们来自广播 这是第一次 心情澎湃 看祖国航天事业从无道友 到现在的长征六号 特别的激动 专长来看的 作为中国人很自豪 对我们中国的航天企业点赞 这一次主要是带着小孩子 来感受一下祖国的繁荣富强 还有让他们感受一下科技的力量 很激动 第一次看到火箭 在我引擎里发射 我们有一个外国人马上就来了 他从映德回来专门来看着的 他说他要赶我回赶 他赶回来就想看一下 来自伦敦 为主哥加油呗 我们的都是好消息啊 是在焦急的等待着 希望我们的嫦娥六号发射成功 我们的祖国棒棒的 突然下雨了 大家突然都打起了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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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看 这边火吓得好大呀 火吓得好大呀 火吓得起来 这边下雨也不能阻止 也按着就有 希望我们发射成功 抱歉也都激动了 抱歉也都激动了 激动哭了是吗 哇好烧啊 谈笑间 在火箭的托举下 嫦娥六号正式开启了 月备征途和蛙宝之旅 犹如太阳一般的耀眼火球 冉冉升起 瞬间照亮了整片天海 冒险于大家还在看火箭发射 感觉如何 移动 看到火来 感觉挺好的 至少看到了一道火光 总算没白来 我们电视上也看得多了 像这个我们还是第一回 感受这个现场 感受这个雨中看火箭的气 这种气氛 这辈子可能就一次 很难得 我车堵了六个小时过来 虽然现在下了飘泊大雨 但是我们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如果强大我们是看得到 而且是我们的坚强后段 中国加油 像这种众人一块举散 避雨的场景是真的少见 我觉得这个众人避雨 也就像航天人一样 就是众人石柴火焰高 把火焰一层一层的送上去 在古人眼里 月球是一个无法到达的地方 如今浪漫而大胆的探月计划 在中国探月人的托举下 正一步步将古代神话变为现实 探月工程二十年 从给月球拍照片 到首次在月球背面登陆 再到成功带回月壤 中国已顺利完成 绕落回三步走战略目标 为人类月球探索事业 做出了杰出贡献 如今 中国人九天揽月的梦想 仍在继续 随着中国探月四期工程的实施 全球参与的国际月球科研站 和载人冬月将逐渐成为可能